肺炎酒咳不遇案例 大家好 我叫李玉丹 今年48岁 来自茂名高中 我是在年初 今年初开始咳嗽的 一开始就是白天有点咳 晚上没有咳 就开始弄一些梨啊百壳啊那些来吃 但是没有效果 然后呢又跑去看西医中医 都没有效果 然后呢 到了三四个月就去大医院检查 检查呢 他检查出来他说是肺炎 但又说不确定要进一步检查 我本来呢 对检查呢 就有点恐惧 所以就不想检查了 我之前呢 对原始点一直都有一些了解 我身边的朋友啊 都有一些朋友 都完成自己的身体 是按原始点这个方法来调理 所以他们呢 很少去医院 很少打针去药 都是用原始点来 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我觉得 这样非常好 也非常的羡慕他们 所以他就介绍我来这个原始点 重新调理 所以我就 来了 来到这里呢 这里的义工们 对我的接待非常的热情 按推啊非常的刺心 所以在一周调理下来呢 每一天一次按推 然后每天喝姜水 温敷 运动等等的事件 要求非常的到位 我也认真的去做到 所以一周下来呢 我就感觉到晚上睡之前没有咳了 然后呢 两周下来呢 就那个咳嗽的 这个就减轻很多了 应该调理有八成了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非常的感恩这个老师们 感恩这个张医师 研究出这一套这么好的方法 在这里呢 我也收获了很多 首先收获了感动 遇过我们那种无私的付出 为了大家的健康 然后呢 收获了怎样去调理一个人的身体 要做到运动 然后要有知识的心态 乐观 然后呢 要借口 那个饮食方面呢 一定要注意 呼吸含量的东西 原始点调理细节 一 每天按推一次 二 第一周 每天用干姜片50克 二 红参须半渣 熬煮浓生姜汤盒 第二周 红参须增加到易渣 三 白天用红豆袋或者暖贴纹敷 晚上睡电热毯 每天背部搓姜泥一次 四 吃五股杂粮等温热性素食 拒绝所有含量食物 五 积极运动 每天爬楼梯50多层 做俯卧称50个 还做拉筋操 柔软操 六 每天学习和观看张医师讲座视频 怀着感恩的心 对待生活中的一切 寂寞 P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